来 下一位 王小 王小是谁啊 王小在不在 喂 是我吗 是你 王小 那个 我这第一次在抖眼上连麦 咋的呢 因为我也关注你 关注你一段时间 然后觉得你是一个三观 比较正的人 然后说话很有逻辑性 就我最开始关注你 是因为我关注孩子留学的问题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抖音大数据 就把你的视频推到了我这 抖音大数据推 它不是因为孩子留学问题 它是因为你平时喜欢的 那个帅哥总类那种 颜值分布 现在咋的了 有疑问吗 在这个方面事是什么 对 我还是就是 因为我是就是想问一下 在国外 还是孩子留学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就 也看了你直播吧 包括你视频 就是反正关注了一段时间 然后让我也知道了一些 就是国外的这种真实情况 好像跟那个 就留学的宗介呀 他们说的那种 好像不太一样 对 就是其实 其实我跟你说啊 这个客观说 你如果真的有孩子想 想上国外曾经考虑过什么呢 我建议你呢 是我们说的其实都是真相 其实留学中介说的 也不代表不是真相 我们说的都是真相 只是真相的多面性 你要客观去考虑 不是说一干打死 说国外的地方 狗屎一样 咱们其实不能这么绝对 它还是有什么 世界排名大学的 还是有领域里内 特别精专的板块的 这是实话实说 确实有的 但是留学机构呢 更愿意呈现的是好的那一面 对吧 它更愿意呈现 就是没有阴影的那一面 我呢 更偏向于呈现阴影那一面 所以说东西你得自己综合 你别光听我说 我说的也是事实 他们说的其实也是事实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自己没有去过 然后也没有出国 不知道这个国外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我就不是为孩子规划吗 就是得提前规划 如果要是想出国的话 就不提前规划 你可能初中或者是高中 孩子多大了 我想孩子身上小学 你是不是规划的早点 有点有点规划早了吧 不早 我现在还要上大学了呢 这不是提前了解一下吗 你要提前了解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你根据你自己孩子 未来的学习成绩 你的孩子是学习特别好 还是比较扎 还是一般般 你想让他上一阵 是不是学习的 现在目前看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肯定不是那种笨孩子 就是肯定是要给他规划好资源 我觉得 那倒是没错 你看有几样东西 你要拿入考虑范围内 现在目前来讲 你最需要考虑的 一个是他们GGQ 就是正确的问题 彩虹的问题 这是孩子到国外以后 你就即使人在身边 也控制不了的 孩子有没有一个非常主观的认知 甚至他对这些认识全不全面 他坚不坚定 他多少岁能坚定 这就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了 就是一个是这方面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未来发展的问题 未来发展 你在国外上学 尤其孩子小的情况下 到国外待到 一直待到自己成年 长大 步入社会 他很难再回国去步入社会的 很难 不能说没有 很难 那未来来讲的话 你论发展 你看刚才 其实前面我们也聊过这事 就是十几年前的美国 跟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差别不大 从我来到现在 那你十几年前的中国 和现在中国差别大不大 09年到现在 非常大 对啊 所以说未来 未来我们会停止不前吗 实际上对于下一秒发生的事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按概率来讲的话 我们就目前来看的话 未来 咱们再说十年 美国情况也不见得好哪去 就不见得会比现在差异到哪去 他一直在吃他的老本 其实我倒没有说 想象孩子以后 在国外生活什么的 我就没有那种想法 只是觉得 就对他人生整体的规划来讲 有的 比如说学的有些专业 因为毕竟就好的大学什么的 是在国外这种情况 那你是不是要去人家那学吗 学的会更好一些 你孩子如果说 他在美国长大 比如说今时今日他就来了 等大学 就算学了国内需要的专业 你放心 他肯定不想回去 因为他的童年就是在这 就像我这些年 我在美国 我也待了十年 那不能现在就去 我想的是 可能最早我也就是高中 因为高中的时候 因为在那边读高中的话 你可以再读两年 到美国再重新读三年 他不是四年的吗 你可以重新读三年 国内读两年 第三年备占高考 基本上也不会再上升太多东西了 所以说基本上也没落下 来到这边浪费一年 又读两年 不两年或者不三年 高中语言也算过关了 然后让他去学一些 咱们国内比较需要的这些行业 但是你这么想吧 咱们现在比如说 他学国内需要烧烤的一个行业 他在美国学的烧烤 毕业了总统得在美国烧烤店 实习一下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学完烧烤理论了 我回去我就放炉头上去考 那肯定不行 那他在美国一旦实习了这烧烤理论以后 他等于也在美国不入社会了 对吧 你就算是临时 他也不入社会了 到时候咱说 别说年近三十了 二十大几 再让他回国 从头来他还能不能来 又两说了 是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东西 他这个国外这东西 他愿不愿留人 他们愿意留人 国外很愿意留人 实话实说 就他们对于 对于这种高学历领域内的 这个技术人才愿不愿意留 但是呢 还不得不遵循 不得不遵循 这个什么所谓的公平 什么叫所谓的公平呢 就是你有再高的领域 你留学毕业 你也得在本地申请 就是什么 那个H1B OPT挂 挂靠实习 申请H1B抽签 拿留下来这个字 除非你真的是属于那种 风毛玲角的杰出 杰出人才 那两说 对吧 咱家孩子 如果是不出意外的话 咱先别 当然希望他这样 但别抱这个 别抱这个 这个幻想肯定会这样 是不是 他如果是正常的人的话 他想留下也费心 然后他还不愿意回去 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的 他 他是不愿意回国 因为回国 他总认为中间 脱轨这几年 变化他看不见 在一个国内 确实竞争压力 是比国外大 这个实话实说 很多人把这东西叫卷 咱们之所以发展的快 也是因为竞争压力大的原因 导致行业 就是属于迅速在发展 所以说他们 有的选的情况下 其实人都是有这种 这种主观意识 就是能不 能不活的那么累 我就不活的那么累 对 那在美国安不安逸呢 安逸 你就消停 你干你的活 一月给你这些钱 多一分钟我也不让你干 你说这种 很多人说这多好啊 咋地 其实就 其实就跟傻子一样 你挣3000有3000活法 挣5000有5000活法 首先 情况一绝对是分币剩不下 多少都分币剩下 你看咱们之前连线的 有什么马农的 年薪几十万的 哪个买房子 不得让家里面支援呢 你挣这么多 你怎么买房 还是家里支援呢 除了普遍 咱们说水平比较低的 来过来干利息工 刷碗大哥 觉得能靠自己双手买房子 但凡任何人 在美国就说 我在最后还得靠国内 父母支援 那你说 咱们中国人 父母能支援上的 尚且如此 那些老外父母支援 不上他们过成什么样 你其实一想 你一平衡 你就知道这个社会 大概是什么样了 穷有穷过 富有富过 富没比穷 穷的好哪去 职业上面 差距不太大 很多人当时 正面说这话都好听 你看 在DMV交通管理局工作的 这按照咱家讲 你是铁饭碗也好 啥也好 在美国DMV工作 这是交通管理局工作的 一个月 5000块钱 那也是正常工资 他到手打完税 甚至还不一定 比刷碗大哥多 就是也都剩不下 那也都剩不下 那也都那么活了 而且你要从正面说 看收入差距不大 蓝领受到尊重了 其实这是个反向证明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说 那另外一项也证明啥 证明大家收入 收入不大的情况下 说白的都是属于 习了马哈跟着活的 谁剩下了 这是重点 都说正会的差 谁剩下了 谁可国外一个月 挣5000美金 给家里面住上大别墅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你就得辩证思考了 那你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 真说要报销祖国 咱说大点 我要报销祖国 我学个什么东西 完了结果孩子不愿意回去 你这要命 你规划再好 孩子不愿意回去 是不是 我这就是想着说 从小给他 就是我 我这不是多从我们家 现在多了解一点吗 因为 因为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是在北京 就是北京 可能你要是下边的 省会城市 他可能想的将来 可能是去这个一线城市 那一线城市的 基本上就是 想着去国外 就国际上的这些 但是就是 疫情之后放开这一年 就今年 我的感觉特别明显 就身边有一些原来计划出国的 他们现在可能也不太想计划出国了 对啊 要重新考虑了 然后疫情的时候出国的挺多的 就是 因为我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包括我们邻居有挺多 就是他们有移民澳洲的 然后移民到 移民到加拿大的 然后身边还有一个朋友 他可能是准备去加拿大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说那我也了解一下吧 你了解你就自己综合一下 你先考虑考虑 未来是什么样 咱们先这么幻想一下 就从今天开始算20年后吧 2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 20年后的中国还认不认识国外学历 他在国外学的东西 就算他想回 回了以后 他还能不能用得上 他能用得上 他还想不想回 你多考虑一下这些其他问题 其实你自己有答案了 对吧 到最后谁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就应该选这个 都是说哪边占到百分之五十一 哪边就赢了 你自己想吧 是吧 是吧 行 我这个 我看那个屏幕上 刚才我就无意间飘了眼 有人说我没亮灯牌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在抖音 我没有亮过任何一家灯牌 我不知道这个灯牌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我关注你 就悄悄关注就可以了 灯牌的意义是啥 我告诉你 咱们前面那个灯牌是大红色 你看见了没有 是来自人气榜 人气榜第一名 我也不怎么在抖音上看这个 这是人气榜第一名的特色 别人这牌都是黄的 完了前十名是粉色的 只有第一名是大红色的 行 有人想钻一下吧 我不耽误时间了 先下个整罚的上吧 别看他们 拜拜 你懂点事 懂点事 怎么的 我这不知道规矩 就是那个大王来玩啊 行 来了 大王来玩啊 好嘞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就等这一句了 就等这一句了 气死你们 你们跟着破什么烦啊 讲话跟你们说一句来玩 啥你们都直了 捞一袖你们都能捞 我这儿都撂一会儿怎么的呢